视血闪现 吕布 他强任他强 东皇家张良 大家好 我是豆豆 双双柳火爆的今天 我们的吕布还能不能玩 我们的吕布还是不是上单的霸主 我们的吕布还能不能打败猪八戒 我们的吕布还是不是坦克的克星 在我看来当然是 双双柳再怎么狠 也狠不过我们的真实白色伤害 这局比赛的名文和装备会留在视频最后 所谓的视血闪现 就是利用一技能接闪现 疯狂的收割人头的刘判 这边我们来到了线上 发现对面的人员走错了路线 我们先上去刮他们一刀和他们打打招呼 实话说我们前期打他们两个还是有些难打 这时我们就不能和他们上去硬钢 只能好好的在塔下猥琐发育 等待队友的支援 镜头一转我们在塔下已经猥琐了三分钟 终于等到了队友的支援 我放到夏河敦率先冲锋 我等待机会等他们聚到一块 一个大招跳了上去 落地之后射手已经没了 我回头一个一技能 接普通攻击直接拿下 接下来我们不再为错 离开上路一小会儿 上路的二塔就没了 对面的射手和辅助那叫一个嚣张 我上去就给他们来了一个一技能 先打出我们的真实伤害 几个普通攻击辅助就残了 辅助想跑 接下来一技能接闪现 拿下他 最后二技能一吸 给对面的射手减减松 三个人瞬间把他包围拿下 这波的配合那是非常的哇塞 我们的视血闪现用的那也是非常的哇塞 来到龙坑我们发现对面的打野正在打龙 一个一技能没有抢到 对面的打野正在等待二技能飞出去 他出去之后 我们的吕布一个大招跟上 落地直接把他拿下 此时我们的血量有点不健康 把他们两个一刀赶紧后退 在旁边晃悠等待时机 上去给辅助再来一刀直接拿下 对面的射手也被我方的赵云搞定 不知道怎么的 我一个人的顺风局变成了我方的逆风局 对面一个个的那是非常的勇猛 非常的嚣张 比如这个马昌为了杀一下他的锐气 我直接视血闪现把他拿下 此时我们千万不要慌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这一波对面入侵了我方的野区 我选择用大招直接对准他们 不要总直接开战 虽然我的大招啥也没跳着 但是我的威慑力那也是非常的哇塞 对面的射手和辅助直接被我们吓跑 上官婉儿又去偷袭我方的后排 我赶紧回去支援他们 先配合队友拿下婉儿 再配合赵云拿下把钞 我仿佛看见了胜利的希望 这一波我们又被对面堵在了家门口 胜利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只能来回走清兵线 正当此时我方的下侯盾 一个飞刀冲了上去 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松 一个大招直接上 一技能接闪现 直接拿下两人 不得不说我们的视血闪现 那是非常的哇塞 就在此时我刚有一点优势 我方又发起了投降 队友们千万不要放弃 不要慌我们能赢 比赛已经进行到12分钟 对面的又来到了这个野区 我一个大招又跳了上去 瞄准对面的射手 我们先给他们来一个连对连 直接把他干掉 收拾完他我们就赶紧跑 可惜碰见了对面的打野 直接把我秒杀 我方则是选择和对面直接开战 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打不过他们 果然对面的打野来了一个四连超凡 直接把我方团灭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战绩 好家伙只有我一个人是正的 看来这局的败方MVP我是拿定了 好了下面公布一下 这局比赛用的名文和装备 实话说视觉闪现流的吕布确实挺强的 建议大家玩一玩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